那深蹲這個東西 大家一定都聽過 深蹲的重要性有多重要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人的大腿肌群 是我們身體的肌肉量最多的地方 這等於人類的第二個心臟 所以你把大腿的這個肌肉練好之後 你的心塵代謝就會變好 而且比較不容易生病 有些人呢 深蹲他可能會站得比較窄啊 你知道這樣子就沒什麼 沒什麼你知道 Bull of you 所以你要站寬一點點 與肩同關 腳要斜45度腳 重點是你的膝蓋下去的時候 一定要感覺往外 下去的時候呢 腳盡量不要超過你的膠掌 最好你能夠蹲到最下面 蹲到最下面的時候 慢慢的上來 就是快速下去 慢慢上來 快速下去 慢慢上來 重點就是屁股要夾緊 那這個東西呢 還有很多的進階版 例如說我們在健身房的時候 老師就會教你拿著重量 然後做深蹲 這重量千萬不要太勉強 因為有時候可能要做到三組五組啊 你不會做到第二組的時候 就像我現在很喘 那如果你家裡沒有啞鈴 沒有關係 可以抱小孩 或是抱狗狗 或是家裡有重量的東西 你都可以拿出來用 沒有錯 你是不是以為我要放那盆栽 沒有 我接下來就是要示範的另外一個 就是棒式 但是呢 今天如果只做棒式的話 太無聊了 今天要教大家就是棒式的進階版 這個動作呢 手就是與肩同寬之外呢 手掌要放在肩膀的底下 不要太前也不要太後 就是在你的肩膀下方 然後碰肩的時候呢 身體要保持平衡 很多人會有這樣的晃動啊 因為他就是想要靠這個晃動去 你知道去完成這個動作 可是其實晃動的話 效果就會不好 盡量用你的大腿 跟你的腹部的這個力量 hold住它 然後接下來呢 你的手就是碰肩膀 再來碰腳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所有的東西 動作就是慢 因為只要你當快速做的時候 就會沒那麼有效果 摸上肩的時候呢 是讓你的下半身的核心肌群 能夠平衡 能夠用到力氣 但是呢 當你腳抬起來的時候 這個動作 就是在訓練你的側腹 所以今天示範給大家就是 完全在家裡不用任何輔助用品 每天這兩個動作 一個動作就是做三組 一組呢做十下 當然大家記住 運動就是不要勉強 如果你一開始做十組 覺得哇累死了 這動作會想殺人 那你下次就不會想做 然後讓自己養成這個運動的習慣 那才是重要的重點 祝大家有個 超級瘦的夏天 蛤 你猛窩我男朋友怎麼辦 啊 就沒有煩惱了 卡 刷 下 氣 超愛你的啊 小禎姐姐 我們這邊有一些閨蜜 因為你想要問你啊 嗯 就是 老公不喜歡閨蜜 但閨蜜就要Double Dating 要怎麼拒絕 老公不喜歡閨蜜 然後閨蜜一直要Double Dating 神經勇 為什麼要一直跟人家Double Dating 還是閨蜜喜歡老公 欸 我覺得你就換老公好了 網友TT問說 想快點走出六年被分手的痛苦 請問小禎姐姐有什麼方法 六年了呢 你還走不出來 是他有特別 哪一方面讓你很想念是不是 TT啊來健身房啊 我讓你六分鐘就忘記痛苦 網友Every問說 要怎麼自己來啊 波瑜 你看網友問你問題啊 你怎麼自己來啊 我們都自己來 都什麼事都自己來啊 沒有網友是問你怎麼自己來啊 我們就 你怎麼沒有帶朋友來 自己來 你還想去哪裡啊 所以網友 你問你怎麼自己來 你在說算笑呢 下一題網友都拿問說 跟很愛情緒勒索的媽媽又吵架了 快一個月沒有聯繫 我該怎麼做 我覺得 媽媽就是媽媽啊 怎麼跟她冷戰她還是 而且我認為啦 我覺得 親情這種東西啊 就是抹滅不了 然後你現在跟她沒有聯絡一個月 就如果哪一天有什麼樣的事情發生 你會很後悔 少那一個月跟媽媽相處 所以我覺得 算了啦 老後的人就是 你怎麼 越老越反彈 就算了啦 網友Tiffen你問說 媽媽不喜歡男朋友怎麼辦 哎 阿母啊 不是你要嫁啊 你剩下啦 人家小兩口真是開開心心的 而且她一定要經歷過這一段 才會知道媽媽講的是對的啊 網友Sally問說啊 女人結婚一定要生小孩 才算體驗人生百態嗎 沒有自信能把孩子交得很好呢 我覺得沒有人天生知道怎麼當媽媽 但是小孩生出來那一刻 你就知道怎麼當媽媽了 我問過所有的朋友 就有生小孩的 他會不會後悔生小孩 沒有一個說有後悔生小孩 但每一個都後悔結婚 所以 生小孩真的我覺得 不是太大的困難啦 所以我覺得你不要給大家 自己太大的壓力 網友AMAN問說 生完小孩之後 老公眼中只有兒子 我像是被打入人工 請小禎姐姐建議我 該怎麼調適我的心情 就去找另外一個人生小孩啊 沒有啦 我覺得很好啊 你看你老公跟兒子關係這麼好 怎麼會覺得 你自己被打入人工 不是輕鬆很多嗎 你就可以很多時間 去做自己的事情啊 可是他在照顧小孩 好像也是他在照顧 不是老公在照顧 蛤 海扁一頓啊 一邊是你最愛的人 一邊是你製造出來的人 我覺得兩個人感情很好 是很好的事情 網友WiWi問說 如何增加自己的安全感 不想因為自卑錯過很多事情 我覺得你的任何的情緒有狀況 都是應該找到源頭 為何你會自卑 然後呢 把這個事情放大解決掉 我覺得你的自卑感就會不見 網友XXX問說 沒有男朋友怎麼辦 你問我我男朋友怎麼辦 你又一直就交一個啊 怎麼了 而且沒有男朋友很好啊 我今天在那個 FB上面才看到說 人生一定要結一次婚 這樣你才會知道一個人的生活多快樂 網友HCW問說 我是同志 跟男友穩定交往中 想跟爸媽出櫃 那小禎姐姐建議我該怎麼做 對父母的衝擊才不會那麼大 蛤 我身邊也有這樣的朋友 就是他的父母親是完全無法接受 所以他就 為了他的父母親安好 就一直隱瞞下去 我覺得你可以 先用試探的口吻 問問看父母親對於這樣的事情 他們的接受程度到哪裡 我覺得你再來做後續的打算會比較好 好 最後一題 網友EmmaXX的問說 你愛我嗎 這不我女兒嗎 你在胡鬧什麼啊 不是上課你又怎麼演啊 孩子 傻瓜 超愛你的啊 小孩子啊 我以前在還沒生小孩之前就很怕 小孩以後有什麼心事啊 又或是他 整個成長過程當中有什麼 辛苦的地方 他會不敢跟我說 或是他無法跟我分享 可是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Emma什麼事情都跟我分享 這是讓我比較驕傲的 我覺得今天很開心 你們來到健身房找我 然後也希望有一些問題 真的能夠回答到你們的心態 也有幫助到你們 雖然有一些真的是胡說八道的亂回答 很開心跟大家互動 甩起來 來健身 來運動 啊 這沒有煩惱嗎 啊 啊 去健身房的時候啊 是不是有碰到一些很討厭的人 就是一直站著器材 然後呢 坐在那邊 一直刷手機 啊你們家是不適合你啊 還是你在那邊接WiFi 討厭到什麼程度呢 我就自己開了一家健身房 在這健身房裡面呢 是不是 我自己的主場 想幹嘛 就幹嘛 轉個圈 放假花 都沒有會理你喔 去健身房就是這樣 以最快速的速度保養好 讓大家覺得哇 你看他都不費摧毀之力 怎麼可以保養這麼漂亮 實際上 健身房根本沒有人在看你 這自己心裡的小劇場 好 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喔 如果你跟我一樣很常在健身的話 當你健身完要趕快洗澡 又或是有洗面乳之類的 趕快洗乾淨之後 然後趕快做一個簡單的保養 做什麼保養呢 例如這個隨身攜帶迷你的玫瑰噴霧水 就是這樣噴一噴 好保濕喔 然後呢 頭皮也是 我啦 自己如果在健身房沒有辦法立刻洗澡的話呢 我就會趕快噴頭皮的化妝水 這兩瓶是我真的缺一不可的東西 所以這兩瓶是一定一定我必備 一個臉部的化妝水 一個頭皮化妝水 再來如果呢 今天的這個黑眼圈比較重一點啦 就是必須要帶著遮瑕膏 還有 這一定大家都有用過 就是擦護唇膏 然後呢 護手霜 那如果你有上一點遮瑕膏 小粉餅你要帶著 還有女生不能少的就是 一點點有顏色的口紅 其實這樣子呢 你從健身房出來就會覺得看起來非常的 這個 dry 那這是小包的部分 大包裡面有什麼呢 我剛剛說的就是要很快速的做好好的保養嘛 第一件事是什麼 先洗臉 用洗面乳洗完臉之後然後把 瘦臉神器面膜敷上 敷上面膜之後呢 我就會趕快拿著我的 洗髮精 我在健身房很忙 洗髮精 趕快進去洗澡 然後呢 洗完澡之後要幹嘛 一定要擦乳液啊 你看看我的東西是不是很多 吹完頭髮之後呢 開始面膜也敷好了 這時候就要來做臉部的保養了 臉部的保養很簡單 因為已經敷完了面膜 我就會直接擦保濕精華液 然後再加這個潤燥 這個大家一定也不陌生 這兩瓶 還有再加上這一個 這三瓶是我一定會 每一天都會擦的保養聖瓶 這三瓶絕對少一起都不行 好然後接下來呢還有 我也會戴著這個 按摩棒 oh no 不是你想的那一種喔 這個呢 非常的好用 因為它可以來按摩全身 你可以來按摩你的頭皮 然後肩頸 這兩個小點點呢 是可以來按這個 這邊 有沒有 讓你疲勞看了一天的 帥哥 眼睛覺得 嘖嘖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子按它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當夏天來臨的時候 有一瓶東西 是我以前從不擦 但是後來覺得 還是要擦的 防曬乳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呢 不擦防曬乳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好油膩 這一家的這個 防曬乳 是非常非常的清爽 它是水狀的耶 這麼大坨 這麼大坨 馬上吸收給你看 是不是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個人的 這個隨身都會攜帶的小物 然後一定要必備的保養品 好 等到結束之後呢 因為要來上Vogue Vogue是這麼的時尚的雜誌 對吧 所以呢 一定要配時尚的這個單品 所以昨天去買了 Fendi 跟Gentle Monster的眼鏡 接下來 你就可以戴著太陽眼鏡 迎接烈羊